华林寺民运里的李明爱新不落人后 在里长林美静的号召下 全里连续四年任养路灯 今年一共任养了130载 由林美静里长率领李明 前往事工所捐赠13万元 新科市长魏佳燕也十分感谢 所有出拳出力的爱新人士 一起为华林乡亲点亮了回家的路 民运里自主性发起路灯任养活动 由里长林美静号召社区民众一起来做爱新 今年是第四年 任养灯数也增加到130载 我们民运社区发展协会今年是第四年 那今年我们公募的130载 每位捐灯人都非常的热情 也有一户12载的 7载的都有的 他们都认为点一载明灯照亮别人 是善行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他们说每年他们还会继续建下去 正值新卸任市长交接时期 林美静里长在魏佳贤市长手中接下感谢状 而在12月25号上任的新科市长魏佳燕 也感谢社团与企业善心 共同点亮民众回家的路 真的非常的开心 然后有看到那么多的民众跟市民 能够共襄胜举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 那未来也期盼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路灯任养 然后能够有更多的经费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经费的短缺的一个痛楚 也拜托我们所有不管是社团 不管是所有的民间企业等等一些机构 都能够到我们花莲市公所来做一些路灯任养的动作 那真的期盼 然后让你们的爱心点亮花莲市每一盏路灯 新科市长魏佳燕表示 一盏两盏都不嫌少 感谢所有善心人士能够协助市政 市公所会汇集大家力量 把花莲市的建设做更好 也欢迎公司行号、企业、社团还有个人 一起来加入路灯任养行列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 和声红阅 留言 留言 desen